海闊天空,擇日與通盛,蘇迪嘉欠如大師蔡伯麗老師 以五行之運動為題,批著月美揚年流年雲勢 由於甲五年潤九月之故,月美年之立春日, 提早在甲五年末十二月十六日建立,交接在五時初三刻二十四分 即是說由該時刻開始,生朝以由馬轉揚,其四處八至為 月美年,無人月,辛亥日,甲五時,八至中有三木,一火,二土,一金,一水,五體五行齊全 世茶年處月美,年干屬木,年之屬土,以上刻下,為之濟,濟者,財也,子也,忍身為禁止,或法度也 月美年之五行運作,先得人木,甲木為彼座,又得海水來之生,更有五火太陽之背獄 再有未土,無土作為根基,使月木猶然生長,中有生甲七殺傷黑,但因處於海水之上,又是甲生水 水生木,有反黑維生之妙,觀此,月美年將會再平穩中而取得進展,社會按制而報入安定繁榮 不過,八至中木盛於土,屬土之行業,可能稍信而矣 蔡老師說,五行生黑變化之理,天人合一之機,似乎帶有多小神秘 但作為一種參考,或有在於月則立之見,得與蔡老師,除了流年有望,還獲贈真 部堂出版月美年民族通勝一冊,蔡老師親自指點如何看懂通勝內新增的 他說,責日與通勝,由技術之與工具以,有相負相成之功,因此寫成責日說明一張,與通勝連位一體,免暗中去摸索,可解神秘約門 立學術於正解,喜吹吉備空之作用,只要大家獲益,成功不必在我,大愛如詩,枕不叫人接服